被掏空以及流失地基的孔洞 有些地方已经比一个成年人的拳头还要大 比手臂还要长 这里是七鲁区马南里大城街24号住户前面 紧邻马林坑西的地面情况 危及当地住户和登山客的安全 因为这条路也是通往马林地景石石山的重要登山通道 我想日前我更会接到我们大城街20、22、24 住户代表的反应 这边里面道路是属于公有地 还有掏空甚至规裂 会影响到这边新人的安全 尤其这边的话也很多的 因为旁边就是石石山的一个登山步道 那入境的人平常假日也很多 那为了安全起见的话 梗慧在这边也呼吁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要尽速来这边宣刊 以寻求解决方案 以便这边维护这边出路的安全 尤其这边的住户 市议员张耿辉接到住户成情后 特地到现场关心 呼吁市政府相关单位要重视这个问题 尽速改善务必维护住户和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温厚